继续Focus 有听过一种赛车叫做拉力赛没有 在台湾相当本土化的运动 场场赛事都吸引了很多专业车手共襄胜举 周末来看电影 这是台湾第一个以拉力赛做题材 讲述失忆的中年男子 突然知道十岁的孩子 有个十岁的孩子 这个父子呢 从互相排斥到最后认同 加上拉力赛元素的冒险故事 里面最关键的拉力赛 剧组选在嘉义取景 而缴了端夜团队 把比赛的刺激感 完整的还原到大荧幕上 睡过头的老爸 和气扑扑的儿子 一见面就像仇人 孩子的万般委屈受不出口 爸爸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你走那么快干嘛 小鬼 邀请无私 看什么态度啊 菜鸟爸爸周大龙 跛着脚在后面颈椎 暴躁的他生活宛如一盘散沙 因为在几天前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个小孩 原来他年轻时在码头工作 不慎摔断了腿 开始自暴自弃 当时的女友离开他 偷偷生下了孩子东东 转眼间已经十岁 同学们都笑我没有爸爸 妈妈已经很累了 你可以听话一点吗 直到前女友意外过世 社工找上门 这对父子对楚如其来的团圆 都有些措手不及 在班导师帮助下 从孩子的兴趣着手 拉近彼此的关系 原来是虚拟世界的赛车一流 不过父亲的努力 还是让孩子稍稍露出了微笑 电影《我和我的赛车老爸》 描述一对父子 姻缘忌讳下 遇上前专业赛车手 展开人生的冒险旅程 抱歉我听到 我不要 抱歉我来 你干什么啊你 干什么 说大龙这个角色 我想他就是一个大男孩 一个人自由自在 自己自主地过生活 到无意当中 被社工通知 有了这个小孩 然后他开始过 单亲爸爸的生活 我觉得对男人 对男孩 对小男孩来说 都是一个成长蜕变的开始 父子关系从排斥到认同 转变过程打动人心 电影《我和我的赛车老爸》 除了深刻描述亲情 片中的热血拉力赛场景 也相当吸睛 而且切记 拉力赛比的不是车 是人 要拍一场专业拉力赛 并非易事 由于台湾没有正式的场地 最后选定在嘉义的 梅山三十六弯取景 呈现拉力赛的刺激张力 左一取值五十 右六上拨 左二 右一逃拨二十 黄金主三 万山豪饰演的周大龙 最后成为拉力赛领航员 要手记赛道上的术语 剧组也找来专业团队 协助拍摄 这部电影的前置跟制作 赛车部分是相当困难 我们在前置的时候 除了要去考察 实地的一些拉力赛比赛以外 我们还必须去邀请到 真正的赛车手 与他们的车队 能够来参与我们的盛事 让我们也运气非常的好 得到了拉力赛 赛车协会的帮助 马来西亚影歌双气明星 陈泽耀 饰演专业拉力赛车手阿俊 片中的他因为车祸好友过世 迟迟没有勇气再度踏上赛道 直到遇见这对父子 陈泽耀本身有在玩飘移甩尾 还曾在比赛中拿下第三名 不过他坦诚同样都是握着方向盘 拉力赛的挑战大不相同 拉力的赛车活动 跟我们这个甩尾飘移是不一样的 那他还有一个副驾 然后副驾在暴路况啊 什么等等的 都是非常非常的艰难 非常挑战 很不一样 因为你开车之余 你还要再听状况啊 指挥什么的 对 蛮挑战的 在血脉膨胀的赛车剧情中 饰演班导师的邵雨薇 成为电影中 万绿丛中的一点红 而片中的小童星陈少慧 活泼可爱的模样 也相当惹人恋爱 如果周大龙跟阿俊哥哥 两个人都掉下海里面 拯救一个人 如果我跳下海去救他们 应该不是我们救他 应该是他们先救我 结合感人亲情与赛车的热血 我和我的赛车老爸 也是台湾里一部 以拉力赛为主轴的电影 为国片开启更多的可能性 TVBS新闻最何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